大家期待了很久的奇瑞 Omoda Pi 终于来到马来西亚市场 今天原厂举办了一个预览活动 让我们先看看这款车 所以今天就带大家看一下欧盟达五特别的地方在哪里 在影片开始之前 请大家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好啦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正题 首先我们先讲这个欧盟达五的背景 其实根据原厂的资料呢 这款是一个国际车型Globber Car 也是以国际的标准打造 除了中国本土之外 未来还会在欧洲、亚洲跟其他的海外市场贩售 所以这款车真的是非常欧系的一款车 OK 我们来讲它的外观设计 其实这款车是一款类Coupé的SUV设计 所以整体风格非常的流行 而它的头灯组采用的是时下流行的分体式设计 可以看到上面这一个LED呢 它是日间行车灯跟方向灯 它的方向灯还是序列式的设计 这里在下方则是它的主要头灯组 而且是全LED的设计 看起来非常的帅 至于这个水箱护罩呢 你可以看到基本上它跟车体是一样的颜色 而且内部的细节非常的丰富 有这个钻石设计的镀铬材质 值得一提的是 我觉得这个前脸有点像黄黎的皮 大家觉得怎样 可以在影片的下方留言给我们知道 这个轮圈的设计是2155 R18 它纯黑色的设计 看起来很酷炫 然后里面的刹车卡尖红色 因为他们知道这款车是卖年轻的 所以很需要很多酷炫的元素 有吸引到你吗 车尾就是这个类Coupet SUV的精髓 你可以看到它非常的流行 而且上面的这个飞机尾翼 采用了双层式的设计 就有Body Color跟这个Piano Black 然后这边是这个非常精致的LED3D尾灯组 然后这边也是有Omoda的字样 旁边只是展示它是什么型号 然后它拥有这个电动的尾门开启 不过这辆车基本上是没有配备这个后备胎 然后因为这个设计的关系 所以它的尾箱深度跟高度 其实也不是那么的宽 不过这种主打个性化的SUV呢 如果你去强求它的空间表现 其实就是有一点点的 嗯...就是这样咯 大家觉得这样子的空间表现够用吗? 在中国市场Omoda 5 采用两种引擎配置 一个是1.5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另外一个是1.6公升的涡轮缸内直喷引擎 不过在国际版本暂时只有1.5公升的引擎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是147HP 峰值扭力表现230Nm 匹配的是CVT变速箱 这个CVT的型号是CVT25 其实是这个奇瑞自家研发的变速箱 可以承受扭力表现达到250Nm 虽然讲是奇瑞自家 但是奇瑞已经把这个变速箱公司卖给了别人 但是无论如何呢 这个变速箱的表现还是很出色的 原厂也表示未来这个1.6 TGDI的引擎也会引进 不过暂时为止我们只有这个1.5MPi Turbo 啦 它的主要对手就是这个Proton S50 就连引擎输出都很接近 走进内装这款车非常非常的运动化 然后里面有非常多高科技的配备 例如这个很像Bensy的双联屏设计 支援Android Auto 还有Apple CarPlay 隔壁厂商注意一下啊 然后这边还有引擎的钥匙感应器 还有这个无线充电机座 这边是一个质感非常帅的电子排档杆 这个质感真的很帅 你看我这样子推 非常的好 然后其他的包括360度镜头电子手刹车 音响主机的开关 还有这个Home Button都在这边 然后这边还有两个自背架 自背架还有蓝色的氛围灯 然后另外一点 氛围灯在这个前座的门板 还有这个中控台上面都有看到 而且它的氛围灯设计比较特别 我个人觉得这样子简约的设计是非常好的 而且这个方向盘设计我也很喜欢 它常用学习的奇瑞logo 不过整体的坐姿我觉得很不错 加上后面这个是赛车椅 真的很运动化的感觉 不过有一点就是因为我的身高是181cm 所以我坐下去的话就算开了天窗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压迫感是非常的重的 OK 接下来它这边还有一个中央扶手 中央扶手打开还有一个很深的置物空间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无线充电机座的下面 大家可以从画面看到它还是有个空洞 这个跟Honda Hover的Design有点异曲同工 所以它的置物空间表现是非常非常出色的 不过我觉得就是压迫感重了一点点 既然前座的压迫感都这么重了 我们看一下后面怎样 我坐下去之后我只可以讲 这个空间表现让我觉得我好像坐在这个Mazda CX 30上面 其实并不小但是我觉得压迫感会比较重 但是从我这个角度看前面的这个赛车椅 真的是帅很帅 OK 接下来讲细节啦 它这个中间这个凸起面积几乎全屏 所以坐中间的话不会太辛苦 但是首先你身高不能太高 然后还有独立的冷气出风口 但是不可以调整风量跟温度 下面还有个Type A的USB 如果你后面只坐两个人的话 它还有中央扶手加两个杯架给你 可以坐得舒服一点 然后上面这个室内Cabin Light呢 也是LED的设计 质感都不错 这个就是OMOTA 的空间表现啦 毕竟只是这台B Segment 真的不可以要求太多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对于这个OMOTA 5 的 新车简短介绍 原厂表示未来这款车会CKD 所以它的价格应该会很有竞争力 但是目前为止我们还不知道这款车的 预售价格会是多早 你猜还会卖到钱 欢迎在影片的下方留言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的 影片内容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见 拜拜